蔡英文星期四在视频通话中对克拉夫特在初始联合国期间向台湾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 克拉夫特原计划1月13日访问台湾不过美国国务院日前宣布本星期所有的外食出访都被取消其中包括克拉夫特的访台计划 克拉夫特在通话中表示美国会继续和台湾站在一起 他在视频连线之后发出推文说台湾在很多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 台湾抗击疫情取得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蔡英文与克拉夫特还就台湾国际参与台美深化合作民主理念共享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度的对话 美国国务院亚太局主管区域安全事务的官员以及台湾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外交部长吴钊燮等人也参与了这次视讯会议 中方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此次通话表达了抗议 中国政府认为台湾是其主权领土的一部分并且从未排除使用武力实现统一的可能 在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美台交往层级有所提升 高级别的官员曾经多次访台 包括卫生与公共部长阿扎尔 这些访问加剧了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 美国之音电视新闻